这几年殷赠的市场开始延伸到国际市场 从成峰2023舞台邀请了大量的国际艺人开始 国际歌手的到来 给内地殷宗刷新了更多的玩法和看点 至此 企鹅开辟了一个新殷宗 起了一个很大气的名字 亚洲歌手 这个殷宗节目邀请了国内歌手 黄启山 马思维 肖敬腾 杨宗伟 单依纯 海归先生和陈楚生 作为国内首发歌手 七位国内的歌手 人气和国民度不一 有的偏实力 有的偏流量 这也是起为殷宗的主要特点 主打一个语录均瞻 需要能让节目涉及到更多年龄段的人群 尽可能地达到老白心 流量待不知名 单依纯 陈楚生应该会是内地年轻歌手中 非常具有人气的两位 会给节目带来一些引流 而剩下的黄启山 肖敬腾 杨宗伟 实力都非常强 可惜的是在太多殷宗亮相过 缺乏太多的新鲜感 无法给殷宗舞台注入新鲜的血液 国际拟邀歌手七位 中导美佳 智布里莎 胡玄珠 Rich Brain Millie Morissette Amon Tableau 这些歌手中 中导美佳是被传会上 歌手2024的一位歌手 智布里莎也备受期待 整体的歌手阵容中 最受关注的 也是节目用来引流的是 空降大咖这几位歌手 空降大咖一共拟邀了八位歌手 阵容上有点清皇不揭的感觉 这八位歌手分别是 Rose 郁智浩2 周深 张珍远 张一行 华晨宇 朗朗 李一珍 其中周深肯定是 现代内地人气 可以排在前三的男歌手 然后华晨宇 更是内地歌手佼佼者 两位歌手都有着 超高的人气和实力 华晨宇相比于周深 传唱的音乐作品更多 个人演唱会举办的更多 周深相比于华晨宇 参加的晚会更多 和更多前辈级别歌手合作 有很多出圈的舞台 这两位可以视作是节目的空降大咖 此外还有朗朗 也是音乐圈的杰出音乐家 但是不知道这个节目舞台 会以什么形式出现 如果是仿造披荆斩棘 这样的静演模式 是非常适合朗朗的 如果是歌手节目的这种单位 歌手竞技模式 就比较不适合 节目的名字叫做亚洲歌手 必然会以歌手舞台呈现为主打 如果是打造更多出圈舞台 应该会使歌手翻唱一些经典音乐作品的形式去敬演 具体是否会弱化竞技成分 还需要节目录制的时候才能知晓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最终节目的阵容必然和现有的你妖歌手阵容还是有出入 你们最期待这个节目中哪位歌手呢 15年前的周深 那时的他或许并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音乐的世界里掀起如此轰动的风暴 回首往事 他的样子似乎与现在完全不同 但这正是岁月赋予他的成长之美 那时的周深 个子相对较矮小 有黑的皮肤和朴素的穿搭 与他如今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 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年 在音乐的道路上迅速崛起 成为备受瞩目的歌手 周深的转变并非偶然 更是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 当初 他或许也曾被一些外貌上的局限所困扰 但他用歌声打破了这一束缚 音乐是他的舞台 也是他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光芒 成名后 周深的气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白皙的皮肤和帅气的外表 成为他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是 他通过音乐表达内心情感的真挚 打破了人们对他外表的先入之见 他的歌声如同一股清新的风 吹拂着人们的心灵 或许15年前的周深 也曾面临找不到女朋友的尴尬境地 然而 正是因为他敢于追逐梦想 敢于挑战自我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也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变得更加自信 成熟 这种内在的魅力胜过一切外表的限制 周深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外貌如何 只要心中有梦想 敢于追逐 就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收获更多的可能 他的精力鼓舞着那些追逐梦想的人 让人们明白 真正的美丽不仅仅存在于外表 更在于内心的坚持和执着 如今 周深的音乐之路仍在延伸 他用歌声继续征服着更多的人心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需要经历时光的打磨 需要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或许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15年前 而真正让人耳目一新的 是那个15年后的自己 周深在娱乐圈的形象转变 成为了公众的焦点 从前的他是一个普通的青年 参加了选秀节目之后 他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认可 他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选秀节目中 周深凭借其出色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嗓音 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他的演唱风格独特 技巧高超 令人难以忘怀 在比赛中 他的表现一次次地证明了 他的音乐才华和努力 最终 他成功地获得了冠军的头衔 走红之后 周深的外貌和穿搭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他的皮肤变得更加白皙 穿搭更加时尚 整体形象更加出色 这些变化不仅让周深在娱乐圈中更加引人注目 也让他更好地适应了娱乐圈的氛围和文化 在接受采访时 周深表示 这些变化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娱乐圈 他认为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形象可以让他更容易地获得机会和认可 因此 他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实力 以更好地面对娱乐圈的挑战和机遇 周深的形象转变不仅在外界看来是一种成功 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机会 他的音乐才华和努力是他最坚实的支撑 也是他吸引异性的关键 他的形象转变和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 这也证明了一个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天赋和机遇 更需要努力和坚持 天籁之音周深与实力派新生善一纯在双十一晚会上 以其无可挑剔的唱功和精湛的表演 让观众们如痴如醉 这一场充满惊喜的音乐盛宴 让人们领略了两位青年歌手的独特魅力 周深 这个名字在华语乐坛中越来越响亮 他不仅拥有出色的唱功 更具备极高的舞台掌控力 在晚会上 他献上了多首经典歌曲 每一首都能感受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 不论是高亢激昂的时间之海 还是深情款款的梦中人 周深都能完美驾驭 让观众们沉浸在他音乐的世界中 单依纯同样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歌手 他的声音纯净而富有感情 在晚会上为观众们带来了多首动人的歌曲 与周深一样 他也在舞台上展现出了极高的表演水准和音乐掌控力 两位歌手的精彩演出赢得了观众们最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然而 当《凤凰传奇》作为重磅嘉宾登台时 却引发了一些争议 声音的质量和舞台呈现的效果 似乎并不如预期那样完美 许多观众对此表示失望 认为他们的演出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准 虽然这或许只是暂时的失准 但《凤凰传奇》仍然需要反思自己的表现 并进一步提升歌唱技艺和舞台效果 尽管晚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瑕疵 但周深和单依纯的精彩表演仍然为整个活动增色不少 他们的音乐才华和舞台魅力不仅征服了观众们的心 也成为了整场晚会的亮点 两位歌手在演出中的默契配合和精湛演技 让人感叹不已 这次《双十一晚会》虽然已经结束 但留给人们的记忆却是难忘的 周深和单依纯的精彩表演将永远留在观众们的心中 同时 《凤凰传奇》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不断改进自己的演唱技艺和舞台效果 以更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期待着周深 单依纯和凤凰传奇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和表演 他们的才华和努力值得我们赞赏和支持 同时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音乐舞台上 能够看到更多实力派歌手的出现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音乐惊喜和感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